欢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美国有几家银行接连倒闭 也导致了风险蔓延 那么使得企业面临到 获利衰退的一个压力 摩根士丹利就警告 标准破500指数 在年底之前可能会出现 两成以上的跌幅触及 3000到3300点的低点 而另外有国民ETF支撑的0056 在4月11号的规模 已经正式突破了2000亿 从成立以来累计配息的金额 是达到了19.35元 距离发行价25元 已经是不远了 在成立时就买进了 投资人估计再过两到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零成本存股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一档的ETF 是有机会也可以跟上脚步呢 另外台积电在法说会之前 是多空消息不断 市场担忧会出现二次库存去化 不过知名的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他说 科技业没有二次库存去化的问题 对台积电而言 去化才开始 要几个季度的时间呢 才会完成 那么他认为台积电的管理层呢 可以说是反应尺钝 预测失准 那么对于台积电的余印 接下来到底要如何来观察 在这次我们看到呢 这个全球的精品业的龙头 LBMH集团呢 我们看到在第一季度的这个销售额呢 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而且这个股价也来到 这个历史的一个高点 那么最主要是来自于 在中国大陆 其实他们解封之后呢 这个消费力道已经回温了 不过反观 其实在美国奢侈品的消费 是在下滑的 这是不是反映出 其实他们工资 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滑的疑虑 的确喔 其实观察呢 今年主要的奢侈品的龙头品牌 不只是LV 像呢这个法拉利 或者说像一些珠宝等等 各大精品业者 其实呢业绩非常好 股价非常强 可是呢 这并不表示说 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动能 晴空万里 尤其就是呢 以LV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最大的销售市场 是在美国 但是这一次呢 第一季的亮眼 跟美国其实没有什么 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呢 新西亚洲 尤其中国大陆 其实呢 大家狂买 可是反观 最大的市场 美国第一季的销售 算是呢 比较温和 只有成长了8% 这个其实隐含着 未来呢 LV的业绩 不见得能够维持在高档 那我们观察 其实以这个花旗银行 所公告出来的三月份 这个信用卡刷卡数据 这个是最真实 能够反映出 到底现在呢 大家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多少钱 那其实很明显就是呢 在目前三月份的奢侈品的 刷卡金额 是大减了18% 所以表示说呢 美国的有钱人 现在对这些奢侈品 他并不是 没有节制的在刷卡消费了 消费缩手了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其实呢 整个薪资的增长 已经明显的放缓 甚至有可能出现了 那种悬崖式的下跌 我们观察下面这个图形 就可以发现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 现在呢 美国的每小时的薪资年增率 是持续的下滑 而且创下了波段新低 来到4.2% 那也许呢 你还会想说 这会不会是季节性 或者是呢 这个可能是偶然的几个月份的特殊情况 所以我们进一步在引用呢 像外资机构 他们习惯去看 所谓的抓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 这个就像我们技术分析的 均线的一个概念 它比较平滑化 那更能够反映趋势的演变 那事实上这个趋势呢 也明显的就是创下了新低了 那远低于过去的一个正常的水准 所以当美国的薪资动能放缓之后 它一定会影响到消费的动能 而且呢 这一连串的利空 就让大家开始又进一步去担心 在今年的什么时间点 美国会出现那个更明确的衰退讯号 好 不过我们说到 现在大家也在关注 今天晚上要拉开序幕的 美股的这个财报季 现在美银呢 是铺了冷水了 他说美国企业的获利呢 会从这个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现在看得这么悲观吗 这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 根据国企信贷组合经理人 协会的一份问卷调查 那现在呢 有大概81%的基金经理人 他们认为呢 在未来一年呢 整个违约的情况 将会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呢 这一连串的银行体系的危机 不要认为说 好像这几天呢 比较没有新的利空 或新的破产银行传出 可是呢 事实上这个违约的情况 他会有肠尾的效应 而且后面呢 可能还有更严重的事件会发生 那再来呢 当然这个就会冲击到经济 所以有84%的经理人 认为呢 今年的美国经济会衰退 只是说呢 大家不确定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不知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会不会大约是在冬季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 今年的某一个时间点 其实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因为呢 其实投资市场上 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 而不是利空 如果我是美国银行的存户 我可能也想赶快把钱领出来 对 会觉得不安心 对 从小银行搬到大银行 后来又担心呢 这个火会烧到大银行 大银行呢 也不可靠了 干脆把钱放家里 所以基本上呢 统计几个龙头大银行 像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 美国银行等等 这些银行业的巨头 第一季的存款 可能会减少5210亿美元 那这个减幅 将是创下10年来最大减幅 反应就是银行的资金大举流出 那银行其实就是要靠存款 才能去做生意 所以少了存款 对他们业绩一定有很重大的打击 当然财报不理想 那最近美国股市相对 还在反弹来到区间的上缘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市场的资金找不到更好的避风港 所以反而去买美国的科技龙头股 因为大家觉得至少他们的财务状况是比较好的 那科技股占全职大 所以推升的指数 可是除了美国的银行业财报不好之外 预期科技业的第一季财报 可能也会创下2006年以来最大的单季减幅 所以现在整体上分析师开始持续 针对第一季的财报去做预警 去做下修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像美银就提到 不是说只有这一季的财报不好看 获利衰退这个问题 而是今年最大的基调就是 你会不断的听到 看到美国的企业业者还有分析师 对财报持续的下修 也就是说财策的展望是非常负向的 从去年的6月以来 对于今年标普500大企业的获利 已经修正了13%了 这到底是不是满足点 我们从下面这个图表来看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以过去美国两次的超大熊市来说 一次2000年网路泡沫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S&P500企业 总共经历了5个季度 被分析师连续 针对获利下修下修再下修 5个季度 总共下修了12个百分点 下修12% 对 然后2008年 又爆发一个百年一件金融海啸 结果获利又被下修 连续长达6个季度 而且幅度达到20% 所以这一次从去年6月以来开始下修 然后下修了13% 那么这么一算 大概也不过是3个季度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还有持续在下修的空间 况且今年第一季爆发的信贷危机 对不对 通常其实信贷跟S&P企业的获利下修 它大概会有一个领先的作用 时间差可以差到两季 也就是说第一季信贷危机爆发 还没有结束 它对于真正企业获利的负面打击 恐怕会持续发酵到两季以后 对 就是下半年 所以这个部分值得留意 利空还不会随着低季财报出容 而正式出境 所以摩根斯丹地下也市井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2023年的 企业获利下修就是这条线 持续在往下修正当中 所以最后其实给大家一个结论 其实最近大摩都是根据 企业财报的状况来告诉大家 不要说到底整个总体经济面 会不会衰退 因为现在这个还是有一些争议 可是最实际就是说 影响股价一定是看企业获利 如果企业获利是持续下修 持续衰退的话 那恐怕S&P 今年有可能要下探3000点 这个支撑关卡 那么相当于就是往下跌幅 恐怕会超过两成 因此我觉得在面对股市跟经济 这个持续在靠拢又拉开 靠拢又拉开这个摆盪过程当中 操作的节奏要注意 因为最近美股已经来到区间上缘 所以操作上面 尤其面对第一季的财报 可能一连串的利空 要来考验的时候 我想投资朋友可以稍微 降低一下自己的风险部位 好 刚关两代 我们看到美股的财报季登场 但是目前其实不少的投行 对于后市看的是比较悲观的 包括大摩也示警说 在年底之前 恐怕这个标准普普百指数 还有两成左右的一个跌幅 其实从一些经济数据来看 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已经在放缓 甚至会出现衰退 包括三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以及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是在攀升的 要请教友明哥 如果这一连串的经济数据 看起来不乐观的话 会不会反应真的在股价上 第一个部分的话 终究会反应 但是是不是现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经济数据真的是很不好 美国确实已经开始进入到 slow down 就是减缓 因为你看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不是就一直在说 今年的第二季 基本上是要什么硬着陆 或者是要进行衰退 现在时间点四月份就真的是第二季 所以它只是在符合我们之前 在去年年底的预期 现在呈现出来的数据 像昨天美国的 我不看这个PPI 我看核心PPI 因为核心是扣除 能源跟食品的一个部分 确实有掉 虽然大家市场上之前的预期是3.4 现在也是3.4 可是各位要知道 它是从5点多掉下来 它这一次掉下来的幅度算是很大的 对 所以就意味着就是说 整体的物价水准 物价压力确实是已经有开始在往下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去想 为什么会往下 就是因为已经开始经济要步入走环 对 所以你才会往下 再来初领事业就已经 那在之前的一个月 前期的部分是22万8千人 然后现在已经跳到了23万8 如果我们用平滑曲线来看 确实已经开始在上升 那个也就是意味着 真的工作的一个地研效应 刚刚所说的肠尾效应 已经开始发酵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讲 是不好的 好 我们先来就经济论经济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刚刚有提到很多的 比如说LV LV其实是 你可以从两个指数来看 第一个部分就DAX的 全球奢侈品指数 以前的话就是 我们所说的奢侈品 它现在变成了所谓的标普 高端消费品指数 当然你也可以用红酒指数来代替 这个就代表就是说 比较高端的有钱人 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在做什么 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指标基本上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大部分都会领先 所有的指数 我给各位看一个日期 你看它这一次 在前一次的高点 是在2021年的11月16号 各位知道那一年之后 就是11月16号之后 后来的美股什么时候开始跌 1月才开始跌 所以它等于是领先了 美股两个月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它底部的时间 它底部是2022年的10月12号 可是如果以道琼来讲的话 它是整整跌到了年底 科技股跌到了10月多 所以换言之的话 这些都比 你看到的美股有领先性 我这样言下之意的意思 是要告诉各位 到目前为止它还在创高 到目前为止还在创高 所以你说是不是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已经进行反转 目前从这里看不出讯号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东西 可以来辅助我们的一个观察 就所谓的柯博文指数 柯博文指数是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的重型卡车 代表是整体美国的重工业 或者是美国的整体的经济指标 就像你用Caterpillar 来去当美国的经济指标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工具机的指标 现在你用卡车 重型卡车的一个销售数据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 你会发现卡车数量的一个 柯博文的数量的下滑 都伴随着美股的一个下跌 这是没错的 但是在四十年的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也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百分之百 因为有脱钩的时候 有脱钩 脱钩脱钩四次 这两个叫即时指标 就是你看指标论指标的话 现在确实已经slow down 但是slow down不是衰退 我们所谓的衰退的话 就是GDP单季是变成负的 或者是你去看到在零走以下 可是它现在是在放缓 就是它整个是在往下行的阶段 是放缓不是衰退 对 那这个部分叫领先 那目前领先是有 这边有例外 这边还没有出现反转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的话 你现在去看到很多人的警示预言 那个有点像我们看 钱宗书的这个围城一样 在里面的人都想出去 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华尔街的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好 从大磨 小磨到花旗 大部分的人都一直给你注写 说这一段时间真的不好 可是股价呈现出来的 为什么都长得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刚刚威朗所说的 终究是要反应 只是它这一段时间 有一点点脱钩或地盐 那脱钩跟地盐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热钱 也就是说 刚刚从科伯仁的指数里面来看 只要市场没有快速的 被FED前回收 不管是缩表也好 或者是暴力升息也好 只要热钱还在的话 股市会有一段延后段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台股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台股这边也有一个 我们之前跟各位来讲的小撇步 就是所谓的观察指标 也就是当OTC基本上 都会领先上市指数 讲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 OTC的部分 基本上它只要再继续创高 然后上市就会地盐创高 就是上跪的股票会先反应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中小型 它中小型就代表人气 对不对 那以人气的状况来讲 你去看在崩盘之前 在上一次崩盘之前 它是1月3号创高 然后之后1月5号上市创高 虽然日期只隔了两天 但是还是有领先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两个都同步创高 创高 对不对 所以意味着就是 我们只要去抓 OTC什么时候涨不动了 然后上市的股票 上市的指数 大概会在之后几天 这个时候你再来观察 只要OTC继续涨 那原则上应该还不用太快 在这个地方 因为很多人 其实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看到银行危机 是把股票卖光 甚至是有反向做空 对 但是现在发现不对了 后面又拉上去 那我们来讲的那个叫微波段 但是我们讲波段的 整体的大概念来讲的话 现在的一个指数 非常是类似于所谓的卸行 那卸行的意思就是三角收链 各位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收链 比如你有没有发现 高点都有在创高 可是创高能力很少 对不对 就不会大幅度的藏宏喷出 然后底部在垫高 那像这种的话 通常都没有那么好 就是等于收链到末端的时候 终究要跌 终究要跌 只是不是现在跌 那大概会在什么点上面 我们把这个消掉 给各位看一下 反弹的第一个压力 0.618 应该是在16282 我们抓16300 然后第二个压力 大概在反弹2 3分之2 就诊断5990点的3分之2 大概是在16622 所以换言之的话 延伸的末端 大概撑不过5月 4月份 就是撑到这个位置 那接下去 这个就是所有的专家 在讲的第二季正常的回档 第二季正常的回档 有可能是库存的问题 有可能是经济 Slow Down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回档是健康的 因为你毕竟已经涨这么多 所以你回来 第一道支撑是1万5附近 第二道支撑是1万4500附近 那基本上对于这段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健康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对 你从1万6回到了1万5 那也要跌1500点 可是各位 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piece of cake 就是一个小点心而已 所以完了之后 再进行下半年的一个回升 所以我们原则上说 这个叫做什么 派特的 不是 H1的幸福剧本 就是幸福剧本 就是你还是要给它涨 然后最后健康的回档 来迎接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走势 那真正的衰退 我觉得应该是会在明年的 大约在冬季 所以真的是冬季 大概就是明年的 第一季左右的时间 刚刚有敏哥 但我们看到 虽然在华尔街大型的投行 都对美国 接下来的这个经济 看得非常的悲观 但是认为说 现在可能是经济减缓 而不是衰退 股市的部分 可能会递延再做反应 不过我们说到台股在最近 的确是在高档整理 双方投资人青睐的11档的 高股息的ETF 其实有8档在这一个礼拜的 这个绩效 其实是打败打盘的 特别要请燕丽姐 但我们看到0056 0056成立到现在15年 结果创下连续12年 都填席的记录 如果说按照这样 来计算的话 如果一开始发行的时候 就进去买 只要再配个两到三年 就可以达到零成本的境界 对 没错 0056最近真的是 人气强强棍 因为根据最近的统计 它的规模已经冲高 来到了2000亿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 它历年来配息都配得不错 平均是高达5%以上 再加上我们透过这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最近这12年 每一年几乎都是越配越多 那特别是从2018年之后 从前几年的大概是配1块多 2018年之后 平均每一年都配1块4 1块8 甚至跳到2块1 越配越多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觉得说 其实是可以满足我对现金流的需求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056从15年前成立到现在 只有两年没有配息 但是扣除这两年之外 每一年都配息 而且年年填息成功 所以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说 大家就开始经打细算了 以去年配2块钱来计算的话 如果今年明年后年 每一年都配2块 那这样三年是配6块钱 那累计现在已经配了19.35 再加6块钱的话 不就25块 那就零成本了 好厉害 全部都赚了 但这有一个假设前提 是每一年都要配2块 那每一年都要配2块的前提又是什么 大盘不能太差 如果大盘太差的话 那0056它连结的指数也没赚那么多 也没有配那么多的话 就没办法配到2块了 所以台股加油好吗 好那换句话说 现在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件事情是 我再配3年 我就可以达到零成本了 0056的持有的欢声雷动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在节目也分享过 00878去年的规模成长 1000亿也不得了 也是这几年来的ETF的这样的一个 成长动能的新高 所以持有00878的人就觉得不开心 你0056号称持有零成本 那00878也说 我也是配息配5到6% 跟0056一样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 我觉得就是出生的时间不太一样 人家已经出生了15年 15岁对不对 00878从2020年到现在 还没有满三岁 我们现在就要期待 它立刻零成本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要求 有点严苛 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从00878 从成立到现在 第一个季度 因为那个时候刚成立 所以没有办法配这么多 是配0.05元 然后后来因为它的配息的机制 有重新调整为更完整 所以后来每个季度 大概是配0.2到0.3之间 确实配息配得很稳定 对 那这三年下来累计配息的 鼓励是2.48 大概是2.5块钱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数学够好的话 你就可以去算了 00878它成立的价格是15块 那你现在也不过配2.48 你还差12 13块 12 13块如果每一年加起来 每一年都是配1块的话 你要零成本 换句话说 是还要再等12年到13年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去比 坦白说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公平 不过反正就是都是配5到6%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不用太挣扎 就是要拿ETF我觉得都不错 那只是大家可能要去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需求跟规划 到底是如何 我要请教燕音姐 通常我们说到第二季都是胆季 尤其是科技业 那如果说第二季 大家会比较保守的话 有没有一些这个ETF 可能可以成为这个资金的避风港 台股接下在第二季 我认为我的主轴会是放在高息低波 因为台湾人还是很有钱 我们现在还是台湾 就是烟角木的一个情况 所以钱会到所谓的高股息的 个股里头跟高息的ETF里头 那因为台湾的所有的高股息的ETF 总共有11档 那真正比较符合高息低波的有4档 这4档我也帮大家做了一个评比 大家不要只看这个名称 然后立刻就冲进去买 坦白说绩效还差蛮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档有国泰 元大 然后富华跟凯基发行的 这四档ETF 就今年绩效来说的话 00713元大高息低波10% 很不错对不对 所以00713还有00915 00915今年以来的绩效是9.19 有9%以上 所以这两档是今年表现比较好的 但如果我们时间拉长一点的话 以三年绩效来说的话 大概是00713高达42.34% 算是最厉害的 主要是因为00713 它的持股占比里头是 科技股跟电子股占比的比重是比较高 所以在多头时代 00713它会长得比较多 但如果在空头的时候 因为科技股的占比也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在空头的时候 我想00713还是会跌 所以现阶段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做定期定额的高息ETF的话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一个方式 当然很多投资人很在乎的所谓的费用率 费用率其实也是有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007100跟00713 总费用率大概是0.648 确实是有比较少 富华这档是0.98 大概差了0.3之多 另外在配息频率的部分 其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007100大概是半年配 00713是季配 跟00915一样也是季配 00915我没有特别详细讲 是因为它是比较新的ETF 富华这档就是年配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对纤细流 有比较强烈需求的人 可能季配息会比较满足大家的需求 介绍完了这个绩效的不同的这样的之外 我们再进一步帮大家分享的是 这四档高息低波的ETF 其实它的设计逻辑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大家进一步了解到 它的设计逻辑之不同的话 在选择上面你就很容易挑选 能够达到自己理财目标的ETF 以007 101来说 当时它设计这档ETF的逻辑 是要挑选财报获利好 而且股力放稳定 所以可以想象的是 它配息一定配得很稳定 可是没有其他的 我的意思是说换句话说 它会不会相对来说 它一定是涨得最多跑得最快 这件事情可能就要打三问号了 00713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除了这种是高股息 高股力还有营运稳定之外 特别是它把这个ROE放进去 大家知道ROE是什么 股东权益保守率 没错 巴菲特选股最爱的就是ROE 所以为什么00713它在这几年 相较之下它是所有的高股息ETF里头 表现最好甚至还打败0050 跟打败大牌 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把ROE放进去了 那00731是什么 00731就是重视的是市值大流动性高 这样的一个持股的逻辑 可是大家也可以想象市值大 市值太大就大象 就跑不动 大牛嘛 就有可能跑不动 所以相当是它跑得比较慢一点点 而且今年因为金融股占股 占这档的持股比重是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我想金融股今年配息 可不可以那么快的填形成功 也会攸关到00731 未来净值的表现 然后00915我觉得值得期待 虽然它是一个新的ETF 但因为它的设计的逻辑是 它经过一连串的财务评 跟财报的一个挑选之后 同时也着重所谓的一个低波动度 还有现金鼓励的这样的组合 所以它是一档新的ETF 但至少我们看它今年以来表现还不错 未来我们可以去持续观察 它是不是一样可以跑得动 所以总而言之简单来说 我想未来比较有机会达到零成本 纯股的高息低波ETF 一样给大家另外一个小结论 因为成立都很年轻 包括前两档 大概都是2017年成立的 然后富华这一档是2018年成立的 虽然每一年都是配息配5到6% 一样大概还是要等10年左右 你才可以完完全全的零成本 希望大家有耐心定情地额扣款下去 好 刚刚燕丽姐当我们看到 如果说在第二季 是要比较居高思维的话 可以从这个高息低波的ETF 来做选择 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来看 我们说到在第二季 真的市场都看得比较保守的情况之下 大家也寄望说 那中国大陆的复苏 到底能不能够帮忙来提振 全球的经济 我要请教吴所长 我们看到中国在三月份的出口 表现异常的好年增 百分之十四点八 原本大家看是年减 是 这个也真的超出我预料之外 说真的我们本来预期 大概也都是真的是 本来市场预期 大概年减七点一% 对 怎么会差这么多 包括其实对照台湾的数据 我说其实几个出口国家 其实都是在衰退 没想到中国竟然年增 那这个其实就会 让人家有一个遐想 什么样的遐想 我们常看完这样讲 就是刚刚前面两个老师有讲 现在经济大家都看得很糟 经济看起来很不好 但为什么中国出口会这么的暢卵 他是不是有一些背后 有一些透露一些讯息出来 我说真的 真的有一些讯息 你如果去看一下他整体的这些出口状况 我们从地区别来看 你就可以清楚看到 他主要是对东盟的进出口增长比较快 他基本上对东盟的进出口 大概成长了大概十六点一% 其实就是东协 东协里面的新加坡跟菲律宾 OK 更高七十八点二跟二十三点三 那另外当然还有俄罗斯 只是他受制裁 他没办法 他只能靠中国 所以他其实对俄罗斯增长也有四十七点一% 所以非洲也有将近两成 但你发现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美国 没有欧盟这些消费大国 我觉得中国的这一些那个 那个整体的出口超出预期 我觉得还要实际在观察 四月是不是还真的像三月可以再 这么大的一个成长力道 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欧美这边的景气 看起来还是在压抑他的出口需求 我觉得这个确实存在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你发现到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相对应的这个 我们常常讲的这种采购经验 就是PMI 他其实你看中国很清楚的 这种他确实已经很明显 跳到五十以上了 对在往上 对他领先欧美 欧美国家都还在五十以下 代表他其实对未来景气相对来讲 比较比较 红色这个是美国 那黄色是在欧元区 其实都还是比较 对都在五十以下 其实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景气相对悲观的 那我们也确实也看得到 中国在现在的整体的这一些 不管是IMF 不管是World Bank 他大概对中国景点 进行成长预测率大概有五%以上 他有没有机会当一个领头羊 这是值得留意的 当然很多人也讲 中国数据可能不太可信 这个数据到底可不可以 当然我老实说真的 这种进出口贸易数据 不是只有反映在你这边 你老实说你去看东协 老实说真的我也去看东协 对中国出口也确实真的是大正 我说这个其实大概你可以论证一下 这个数据其实不会下降 那另外很重要的是 你发现到什么 我说在采购经典PMI里面 新订单检去库存这个细项 是更值得留意的 为什么要说更值得留意 你发现到为什么说 要看新订单检去库存 简单来讲又叫什么 我到底出口好不好 或是我这些制造的景气热不热落 重点还是要什么 要我订单下来 对 我要把我自己的库存消掉 过去在因为我们在疫情 那种急速的升温之后 开始大幅下来的时候 这个数字一直都是 减的很多 负的很多 但是你发现到什么 二月的数据你发现到什么 全部都跳到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台湾 不管是美国 这个数字都全部跳到正值 正值的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代表背后的含义就是什么 新订单开始慢慢有一些机 有一些出来的 单子出来了 那库存的部分 看起来也慢慢在消化 所以它有一些好转机 但还 但我说这个 这是好转 有一些好转机 但不是真的完全就会反转 我觉得这个还要时间 也许可能到下半年 也可能到第四季 OK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出口这么亮眼 但是反观台湾 其实台湾的部分 我们看到 在第一季 对五大市场的出口 是全面下挫 就是七年以来 首尖甚至表现得比日本韩国还差 是啊 没错 你看WTO预估什么 它说2023年全球商品和贸易 只会成长1.7% 你会说还是成长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跟去年比较 去年是2.7% 掉了1% 对 即使今天不是跟去年 你跟从2008年金融海效应年的 平均年成长2.6%比 还是差了0.9% 是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红色这条件 看成是一个平均值 OK 你发现到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 平均值以下的这些年份 全球基层的大概都是接近3% 甚至3%以下 如果是在平均值以上的 比如说像2017 2008年 这个基本上全球基层来都将近4% 更不要讲 21年的时候 这个全球基层来6.3% 简单来讲 我意思说 全球的贸易开始 就低于这个平均值的时候 而且今年大概只有预估大概1.7% 这代表什么 今年全球经济的状况不会很好 如果全球不好的话 那台湾当然就会压力到台湾的出口 OK 所以我说台湾出口联系 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存在 但是我说真的 也是要给各位观众一些信心 我们不要只想 只是颤摔 就是看得很悲观 会想说 那下半年会不会更残 对 大家就会担心说 这样都看了这么糟的 当然有一些投资人就会想说 我是不是要赶紧那个保守警 我说其实有一些迹象 你也许可能稍微可以放框一点 就是我们看一个叫外销订单动向指数 为什么要看这个指数 简单来讲 外销订单通常是出口的领先指标 所以我接到单子 我出口实际出去 我才会那个 所以外销订单通常反应 如果今天外销订单开始反转的时候 出口大概就会稍微 所以它是先行指标 它会先反应 对 但是外销订单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动向指数 这个又是外销订单的先行指标 领先指标 这是经济部统计局 他们自己公布的 你发现到什么 二月的时候 这时候什么 外销订单动向指数 已经回到50以上 同样50是一个基准点 融枯线 对 也是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融枯线 所以它又回到50以上 代表什么 现在外销订单动向指数说 看起来慢慢 有一些迹象在好转 这是我们最新的调查 制造业对未来半年 其实看坏的比重不到两成 简单来讲是什么 看好的虽然下降 但是比重已经超过三成 持平的看法大概有将近五成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八成 看坏的是最少的 这是对未来半年 看坏的不到两成 这其实代表什么 因为你是对产商问卷调查 它的回复就是说 我今天我自己会跟你回复 悲不悲观 乐不乐观 是因为什么 我手上如果有一些单子 已经慢慢下来的时候 我当然就会跟你告诉 我可能没那么悲观 我是因为还蛮乐观 类似之类的 那当然它反映在我们 大概每个月公布的 这个营业汽油车一点 制造业其实就是什么 已经连续四个月谈生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领先指标的含义 那当然我们也确实看到 有一些公司 比如像中刚 你去看它二三月 它的那个刚加暴动 每顿基本上 价格都是往上增加 一千到两千那个 虽然五月保甘 大陆最大的这个钢铁公司 它虽然开出来盘价 是全面开平 那这个其实背后 为什么会开平 代表它什么 它产能已经开出来 供给出来的时候 需求相对来讲 还是原来高点 它当然就会把它 那个价格给稍微压异 但是这代表 它去困 库存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它才会怎么样 产能才会持续开出来 所以我说你看到 翁朝栋董事长自己讲 下半年有说真的 以中干来讲 库存基本上已经区化完成 很多的我像 你像台阶电公布 它是三月 营收的时候年减月减 对 发生到什么 以半导体来讲都还在背後 他中干已经开始告诉你 我下半年库存就已经 开始完 区化完成了 我已经后市不太悲观了 对 传统产业看起来 我觉得会比 这些电子科技产业 稍微好一点 要早一点 对 更不要讲 像有一些我们常讲的 健身院的像 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在家里跑步 都在家里看着萤幕做运动 但是现在很多很多 已经出来外面去什么 健身房运动 光是看待遇国具 这也是健身 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的 一个主要的出口大厂 他基本你看什么 他告诉你整体的库存 已经逐渐回归正常了 还有一些新器材 开始已经 你发现营收 一二月都是月增年增 所以很清楚 更不要讲 桥商也是类似的 他也告诉你下半年 他其实库存大概已经消化完毕 慢慢就会走向 复苏的一个阶段 更不要讲我们直接来看一个 我说这个很有趣 这是制造业的周期 他简单讲就是什么 制造业的周期指数 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什么 很有趣把他这十几年 就将近二十年的期间 把他做出来 把时间拉出来 让你发现有趣一点 从每次的高点到低点 衰竟的这个周期 就是下滑的周期 大概二十八个月 前一波二十八个月 然后在这一波 大概是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六年 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对 之后 之后只要开始有这个周期 简单讲就是下行周期 二十八个月 二十八个月 然后在这一波 大概是二零一八年到整体的 大概是二零二年左右 我觉得疫情发生的时候 大概二十九个月 那这一次你就发现到 已经二十二个月了 过去你从过去的历史告诉你 他大概衰退周期 下行周期大概是 二十八个月到二十九个月 所以已经进入陌生段 对 你发现到什么 如果二十二个月 你就算二十八个月才衡量 你加六个月 大概就是什么 第三 就第四季嘛 大概就九个月的时候嘛 或是十二月的时候 对 就有可能就确实啊 你发现到出口 那个我们的财政部公布的时候 他跟你讲 我们大概第四季的时候 出口有机会看到回升的阶段 那更不要讲 如果你在搭配什么 红色这条线 其实如果讲 这叫中国的蓬勃信贷脉冲指数 那这个为什么看 这个其实简单的就是什么 他的信贷占他的GDP的比重 意思就是什么 如果中国这边的 整体的信贷拉起来的时候 他确实有机会去拉动 这些相关的出口 拉动这些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制造业景气 他基本上怎么样 领先MMM制造业值 大概半年到一年 简单来讲 你把红色线往右边 一六个月 他基本上高低一点都很match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也许可以留意的一个指标 刚刚吴所长 但我们看到 虽然台湾的出口已经连漆黑 大家对于未来很悲观 但是从营业气候测液点 其实已经有看到一些曙光了 越南成了美中贸易战的赢家 来要请教陈彦 韩国四大集团的总裁 他们在月底要到越南河内 去参加经济论坛 韩国企业现在越来越重视越南 对 其实刚才吴老师在讲 中国加益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企业 第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越南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我在越南开始拓点 我从中国移过来的距离 相对比较近 成本相对比较小 再来一个是我的供应链 能够有效的去支持 而且当地的人口数 其实相当足够 达到1亿 也有所谓的人口红利 相对年轻 这个状态最近越来越明显 因为韩国其实在投资 在越南投资 尤其是三星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 这个四大集团 包括三星 SK 现代汽车跟LG 阿龙 阿湾 还有阿姨跟摩阿 他们四个巨头 一起到越南去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讲非常重要 而且受到矚目的 因为他们是商界领袖 同步的到越南 去参加商务的论坛 这个其实已经是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 韩国之间企业之间的角力 其实是满严重的 他们会一起去代表 大家希望透过整个 集合起来的力量 到越南发展 所以你看还签什么 谅解备忘录 要出口跟投资相关的会议 所以看得出来 韩国现在其实也急了 不只说他要去越南这件事 因为可以三星自己去 可以SK自己去 为什么阿姨跟摩阿要跟着去 这当中我觉得是代表 整个韩国整体 看起来已经急 为什么 虽然我们在看韩国 对美国的出口增加 去弥补了 对中国出口的减少 对不对 可是整体来讲 这个出口的情况 其实是往下涮 你看大陆占韩国出口 是从25.3降到19.5 对不对 那你美国增加的部分 有没有完全的去弥补 如果有 那基本上对整体的GDP 出口影响不大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在暴跌 大幅度 美国现在是变成第一顺差 对 那你要暴增 但实际上当然出口金额 就是说美国成为最大贸易 顺差国72以美 看起来不错 可是整体有没有弥补 我跟各位讲没有 为什么 因为就OECD 从出口的一个 表现不佳的情况来讲 实际上持续在下调 今年韩国的经济上率 而且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再调 再调 再调 就越靠近今年整个结束 他们调的速度 感觉上是越调越多 所以代表他们对 今年整体韩国的经济上率 其实相当悲观 那我们从第一季来看好了 去年第四季是负的0.4 今年是正的0.3 好像转成正的是不错 可是其实0.3你可以讲 这力道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出口的部分 确实产生很大影响 那为什么还能够 由负的0.4变正的0.3 其实是一部分民间支出在支持 所以他可以守住0.3%的话 靠的是民间消费 不过要请要呈现 现在韩国有一些吃的东西 越来越贵了 那以后会不会被影响 我想的就是说 你支持这个民间消费 是真的支持还是被迫支持 因为我们最近在看 韩国的消费 数字有点夸张 冷面 冷面其实比较通俗的理解 很像我们的凉面 就是国民美食 300块 有点难以接受 可是想一想300好像也还OK 那人参鸡汤500 这个涨了13% 这个也是他们平常 非常重的食物 但芒果冰3200 这有没有打错 是韩元3200吧 台币 台币 这太夸张了吧 那吃的时候 我要一直剥剥剥剥到下面 看有没有藏筋子还是怎么样 那你要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个 餐饮的一个价格 其实真的会让民众吃不消 那你就会发现到餐厅 因为这个接下来 庭号要去韩国 我特别特派员 我派他去韩国 帮我们拍一些照片回来 看是不是真的空荡荡的 那你不要早半夜的时候拍 就是说最热到中午跟晚上 他去拍是不是真的空荡荡 因为目前据说是这个样子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除了应酬 我真的不吃外面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冲击到消费 肯定会 然后包括这个 这种综艺节目去拍 然后去街上 然后做游戏拍 然后访问 然后买了一个传统市场的 那个零食 7万韩元 1.5公斤 那你我们其实坦白讲 也不知道这张到底贵还便宜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正常价格是2万 正常价格是2万 结果那一家店家调高定价 就是把人家当盘子再甩 然后后来有出来道歉 但不只 就是说不只 因为经营很艰困 有人要买我当然就宰他 不然呢 当然这个反映出来 包括汉堡王 包括麦当劳 基本上都会涨价 你知道吗 如果你身上带250块 你低于250块台币 你要吃到一个基本的东西 是很困难的 那如果250块以下吃什么 就是泡菜汤饭 然后炸酱面 倒消面海苔饭卷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现在年轻人我们也发现 实际上你知道 年轻人的收入状况 跟退休组已经快差不多 退休组是很被动的领 那个一点点退休金 年轻人是很努力在打拼 可是这个差距竟然越来越少 就快被退休金超越 你就知道有多严重 然后严重到现在要去吃 集齐食品 而且那个APP还会告诉你 哪边有集齐食品 好赶快 这个我有吃过 7到晚上8点以后 很多东西打75折 因为快到齐了 所以这种情况 而且还让这个APP下载数 突破200万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的消费 那个数字 刚才所看到的正0.3 未来会不会又受到 这个影响而往下滑 还有待观察 好南韩的通膨 改写19个月的新地 不过陈彦道 我们看到 其实在当地的民众 却是无感的 因为吃的东西 真的是越来越贵了 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钦的 最新的谈话 他提到说 俄罗斯跟美元的垮台 是无关的 因为从来没有实行过去美元化 那么普钦 他同时也提到说 世界上经济规模 较大国家的美元储备 其实是逐年在下降的 那么他也断言 中国大陆的经济 已经在数量上 是超过了美国的经济 他认为 美国现在的经济购买力 已经是不如中国大陆了 但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真的有比较好吗 我们来看到彭博社 在日前报道 中共的高官们 在最近几个礼拜的时间 跟商界领袖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 至少已经进行过 六次的紧急的会议了 而且根据这个报道 说这些高官的语气 是异常的急迫 他们也施压专家说 要请益到底要如何做 才能够刺激中国大陆的 一个经济 但中国的一个需求 降低了也影响到了 这个油价的表现 现在看到 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 已经盖过了OPEC加减产 以及美国油气活跃 钻井基数 连续第七个礼拜下降 所带来的一些 利多的一个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 两大旗油电子盘 是急跌都超过了 百分之一的幅度 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 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在稍后 都会请专家来问你 解释 现在美中两国的经济 都出现了一些隐忧 包括德银就警告说 美国现在硬着陆的几率 已经将近是 百分之百的一个情况 而且甚至认为说 最快在十月可能 就会陷入衰退 对 因为其实提到 在历史上 只要连准会启动 积极的升息循环 美国从来就没有办法 躲过硬着陆的命运 这种宿命 我想如果去对照 这一次的升息循环 其实从去年三月 启动第一次升息 到今年的五月份 这十五个月以来 总共升息二十码 这二十码 绝对是史上的 最暴力式升息的一次 所以如果过往升息会造成景气 走向衰退 这一次当然硬着陆的几率 非常非常高 甚至像德意识认为就是百分之百 同时我们也提到 其实观察这一次的升息 导致利率倒挂 这个在过往 其实经济学史上 也有很多的文献或模型 去研究发现 其实很少出错 其实像这个国泰金控的经济学家 就曾经讲过 那从利率倒挂这项指标 来预测经济衰退 这样的一个模型 在五十年来 它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 命中率百分百 对 同样是没有出错过的 那问题来了 什么时候倒挂的呢 如果以两年期跟十年期的 殖利率倒挂来讲 是在去年的年度中间 那在去年的十月份 更是出现更高度敏感的 三个月期跟十年期 也是倒挂了 所以当这些讯号都指向 美国经济会衰退的时候 那我们不禁想问 现在美国的消费力道 还能够再撑多久 因为毕竟 整个目前美国的经济 可以看到就是分成两边 制造业早就已经走向疲弱 甚至进步衰退 因为PMI指数在50以下 可是跟服务业 或消费端有关的数据 其实又还不错 这最主要就是来自于 消费者累积的超额储蓄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过去三年 因为爆发疫情 在人流受到限制的状况之下 很多消费者 他的收入没办法完全的及时花完 所以就把它囤积起来形成储蓄 而现在解封以后 其实大家就开始拼命的花钱 不管是买商品 还是去用在各种的服务支出 其实这个部分 让我们看到整个累积的消费 累积的储蓄金额清 开始逐步的下滑 所以其实德意志也预估 这个超额储蓄在年底的时候 就会消耗殆劲 所以其实美国的经济的底气 如果是靠着消费跟超额储蓄 在硬撑的话 这一股气恐怕在下半年以后 也会慢慢的转为比较弱势了 所以预估在明年三月份 FED正式启动降息之前 整个美股可能还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潜在的涨幅应该会慢慢的收敛 因为预估目标只会来到4500点 其实说实在跟现在S&P500指数 最近的位积来看 其实再涨的空间 的确已经非常有限了 另外在最近FED几位高层的 重要人士谈话当中 其实都指出 现在美国的利率 恐怕还是要继续的升息紧缩 其中包含像FED的李氏华乐就提到 因为核心通膨的下降不如预期的快 事实上核心通膨 现在大概还是在4.7% 距离美国官方的目标2% 足足还高了一倍以上 所以还是要持续的紧缩升息 除此之外 李奇蒙的联准银行总裁巴尔金 他也提到 其实现在如果要再进一步的升息 来讲话 他认为这个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同样也是非常关切 美国的通膨 可能还有在升高的一个压力存在 另外芝加哥的联准银行总裁 古斯比也提到 其实6月份暂停升息 但是这不表示 升息已经划上据点 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再继续升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环绕在 整个通膨的情况 其实我们引用 高盛策略分析师的看法提到 美国现在的通膨 也许在过去几个月 让大家好像看到了无穷希望 因为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从最高9.1%降到现在4.9% 这种快速的下降恐怕不会持续下去 因为大家忽略了来自于可能医疗保健等等 相关支出所产生的研制性通膨的问题 我们看现在美国的房地产的市场 其实因为升息让买房的负担成本增加 所以很多人买不起房子 是不是把这个需求就转往替代的租屋市场 所以也带动了租金大幅度的上涨 对 尤其是平价的房子 比较便宜的房子 因为这个持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当然在疫情的时候 可能还有些人能够靠着政府有些补助 所以还能够维持按期缴房租 可是现在大部分的补助都已经到期或结束了 这个时候如果薪资所得 没办法明显的增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租金违约的现象 所以很多房东对于低收入的房客 祭出了破签令 就是要求一定要强制搬出 而目前来自于各个城市所申请的破签令 跟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准相比 高出了50%以上 最主要就是收入降低 而且从统计数据来看 现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平均租金水准 如果跟2019年也就疫情前相比 还高了三成以上 好 这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刚刚威良带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的一个经济困境 其实中国大陆也面临到经济困境 不光请教威良 感觉上中国大陆在最近的外交表现 好像是特别的多 除了他们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出访欧洲 感觉上是去修补关系之外 还有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访中国大陆 感觉上大陆好像是也勉为其难的 让他来访 是不是都是为了要救经济 对 我想布林肯跟习近平碰面 当然这个不至于说 好像让美中关系立刻修复 或者是就是一个破冰之旅 毕竟双方的关系 还是简不断理还乱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可以看到 中国释放出一些善意 这个背后的动机 当然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经济上面的困境 现在其实中国的经济相对 是比较疲弱的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是观察跟过往的高经济成长的水准相比 其实今年看起来 中国在外贸状况不佳 内需又摇摇欲坠的状况之下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这个时候 至少不要再树立更多的敌人 尤其是头号敌人美国 因此必须要有一些可能互动重启 或者说双方重新有一些对话 除此之外 中国也主动出击 像新任的总理李强 在就任总理之后 他第一次出访 这一次选择到德国跟法国两个国家 那就显然告诉大家 其实中国一方面 在维持跟美国重启对话的开端 另一方面 他更要积极去拉拢其他的盟友 另外来看的话 其实有多家的外商银行 开始针对中国今年的经济 重新去做调整了 而这个调整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下修 包含像瑞银 原本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场率是5.7% 现在已经往下修正到5.2% 美银也是修正到5.7% 渣打是修正到5.4% 大致上虽然大家估计的数据 还是高低不一 不过大致上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往下来做一个保五的回撤 这部分其实也可以看到 经济不好一定会影响到 IPO新股上市的市场 这个通常我们也会把它视为是 对于整个股市的多跟空的温度计 因为通常一个股市越强越热 多头很明显的时候 IPO的公司一定是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大型的公司会申请IPO 可是今年反而看到 包含像高盛 美银 他们本来有一些 正在经手的IPO案 目前都暂时喊咖暂停了 所以我们其实来比较一下 中国股市跟美国股市 其实在过去可以说 长达十几年来的时间里面 呈现很大的不同对比 怎么说 红色这条线就是中国的 沪深300指数 涵盖了300家公司 大家可以大致上可以看出 其实你说入股没涨 它也有一些行情 只不过它很容易呈现了 大涨大跌大起大落 波动很剧烈 这个就是入股的一个特性 显然就是说 其实种种的多空因素 交杂之后 让它看起来 这十几年有点像原地踏步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如果我们以2010年为起点 当时的沪深山脉指数 在这个位置 到现在它还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就刚好13年来 真的就是南北走一回 发现还是在原地 高高低低之后 还是回到这个地方 同一时间我们看蓝色这条线 则是美股S&P500指数 你看到201年到现在 它其实已经 从大概是1000点左右 涨到了4000点以上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三倍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很大 我简单说明 主要原因是 美国的大型企业 真的是富可敌国 而且像苹果 微软这些公司 大家去盘点一下它的财报 会发现满手的现金 然后我觉得美国最强的一点是 他们是以创新的科技 不断的驱动成长 所以这股力量 你时间拉长来看 中间就算有一些 企业获利的消涨 但是股市其实还是 长期往上推升 但是反观 中国的大型企业 不强吗 其实也很强 但是不可以太强 这个是我问题 不可以太强 不可以太强 所以你看像腾讯 或者说像阿里巴巴 在2022年他们的营收成长率 竟然是创下了成立以来 有史以来最低的表现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 其实到最后它就会反映在 股票市值的差异 所以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之下 中国其实那种创新或成长力道 难免会受到抑制 反而比较看政策的方向的 还是在于地产跟金融 而这个部分其实 就是牵动到入股 最重要的产业板块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聊到 美国的通膨 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现在的通膨数据4.9% 我们对照同时间 现在中国的CPI 物价指数多少 0.2 所以中国就没有 高通膨的压力 感觉没有通膨的问题 真的有比较好吗 其实不一定 事实上中国的CPI是0.2 可是中国的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它已经连续8个月下滑 而且是负成长的 所以这个代表说 更上游的企业生产端 它其实不要说 它有涨价的动能 事实上它还很担心 终端的需求不好 所以其实物价过于低迷 通常是在反映 需求是非常的疲弱 导致厂商也没办法 去维系一个比较健康 或合理的利润 所以它也不敢涨价 怕大家更不买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当CPI减掉 当PPI减掉CPI 形成所谓的减刀差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 它已经是在零轴之下 代表是负数的 这种所谓的减刀差 如果转负的前提之下 通常企业的获利 就会比较疲弱 我们看到这条线 它也是一路的往下 所以以目前中国的整个 股市跟经济的样貌来看 我觉得当然挑战很多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 就要看官方的政策 能不能更有力的 来改变这一切 刚威良但我们看到 是在中国大陆 原本在解封之后 市场对于中国的经济复苏 是抱有期待的 不过目前可以看到 反映出来 其实表现并不理想 而美国的经济跟股市 其实也是呈现两样情的 美国卖向牛市包括 标准普500指数 其实从低点反弹到现在 已经达到有两成左右的幅度 这是符合技术上 这个牛市的一个行情了 不忘请教齐展 现在美银的 这个号称华尔街最准的分析师 他为什么会说 目前市场的一个状况 很像是大崩盘前的大强谈 也就是说 他认为接下来的这个牛市 不会延续吗 对 因为其实这一波牛市很大的力量 是一个AI的一个发展 一个AI的话题去带动上来的 他认为这个话题可能比较难持久 所以他提出的是警示 因为他去年就告诉大家 其实因为升息各种原因要修正 这一波强谈 他认为因为已经是涨上来了 大家期待的是 AI以外的东西要冲上来 可是如果经济不是那么好 需求没有那么高 中国需求没有出来 美国需求也没有出来 怎么会又是一个 展新的牛市开端呢 所以他提出一个市井 告诉大家其实在2000年 就是科技泡沫 208年就还叫钱 其实都曾经修正一段 要冲上去要降息等等的 虽然美国上个星期 公布的零售销售不错 他认为其实这个反弹 应该也是到一个段落了 随着后续 不管是经济的需求 跟民间企业 他们的盈利开始下滑 可能成长的动能就不足 甚至他认为7月 有可能都没有办法再升息 这个的想法 是跟市场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要告诉大家 其实温和的衰退 可能已经来了 所以如果配合这个走势来看 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件重点 第一 如果衰退还没来 理论上股市低点还没来 因为我们假设 如果股市会领先景气 会领先市场 景气还没见底 股市它当然还没见底 一定要衰退 可能例如说前三个月 或前六个月 假设是第三季 有可能衰退 或明年第一季 美国确定衰退 股市的低点假设 就有可能往前落在什么 第四季 所以确实现在有可能是相对高 当然你说股市长那么多 你跟我讲高点到了 我要做空吗 我告诉大家 先不用 不用那么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的指数 我们知道 以美股来说 这一段时间 三大类股里面 纳斯达克表现最强势 第二个CSM-500 最弱的是道琼 道琼最弱 所以我们从强弱来看 过去就是这样 如果强的带头往上冲 那就是多头续工 对不对 如果是强的涨不上去 弱的跌下来 那有可能就转折开始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日K 那是从去年的7月1号 就是去年的第三季开始 你可以发现 其实最近涨的幅度 是相当快 一路要冲上去 其中的关键很简单 就在这边 把话给大家看 这里 为什么要把话冲来 这边就是之前的一个 明确的压力区 你看只要一过这边 就会喷上去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 技术面最主要的支撑区 你可以视为它是中期的支撑 那第二个是你会发现 前波的高点 13,181在这边 它过了之后 有拉回到13,000 所以这一波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看法是 短线只要不跌破13,000 它就是一个多头续工的格局 那你可以选择说 我觉得以前有那么多人 提出市井 那你可以选择什么 你可以选择获利了结一部分 甚至不用全卖 因为毕竟它这个多头气势 虽然上礼拜五跌了 但看起来还没有要崩盘 就13,000点这附近左右 会有一个支撑 对 那你可以选择什么 多头你稍微出清一下 但是也不用选择做空 那第二个 可是有没有什么可能是 开始转入的讯号 我们看这个道琼 就有可能 那道琼 目前的高点 是出现在去年12月 34,700 那目前很接近 所以如果接下来它持续被压在这边 然后甚至是它慢慢跌下来 配合了 那达克涨不上去 就变成我们所说的一个 比较偏弱的市场开始往下 强的市场攻不上去 那这有可能就是一个 AI冲不上去 可是其他的类股 没有被轮动带上去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 修正的时间点 那如果顺便 那给你配合一下 七八月给你升息 然后大概到 今年的第四季 准备美国经济变得不好 需求不足 那这个时候当然 全球股市修正压力 也会随时增加 好 不过现在美国联准会是 暂时停止升息的一个情况 不过美元指数的确从六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是 持续走扁的一个情形 那么跟亚币的一个走势 往后接下来要怎么观察 好 我觉得我们先从美元指数来看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美元指数就是成一个横盘整理 那你看到从今年的低点 就落在100.788 那目前的高点落在105.883 所以就抓这个区间横盘整理 那当然横盘整理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低买高卖 所以越接近100.788 甚至是你可以接近100.5 只要不跌破都没关系 接近这边 那会是一个低买的机会 但如果跌破下去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 新的一个空头发动是开始了 那甚至是因为其他的市场 有在升息 那美国后续假设像这个 经济学家说真的不会升 那后续往下的空间就会变大 那如果美元指数下去了 那当然各个其他的非美货币 包括台币 包括人民币 包括日币 可能就会有反攻转身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人民币的话 那人民币在这边 那事实上人民币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近期有小幅的降息 幅度不大 但是至少是我会撒一点资金出来 让大家觉得有点资金 那好在是什么 其实在他降息的前后 人民币来到了近期的低点 因为这是美元兑人民币 往上人民币走扁 你看他来到近期低点之后 稍微回升了一下下 所以如果人民币要止跌 那在降息后反而反弹 那就是表示 他有可能是一个短线地点 对不对 那只要你抓这个7.18 或者你抓松一点 不要冲破7.2都可以 那这边有可能就人民币 开始慢慢见底的机会 但如果没有 很抱歉 接下来降息后 那大家要升息 就中国直接进入外逃 那很抱歉 就是要往前波的去挑战 大概是7.3 可能就会再变了 对 那甚至有可能破底 那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人民币在这一段时间 要从去年的年中以来 它大概就是在 以7为中心 往上三角 往下三角 这个区间波动 所以如果你要投资人民币 要嘛就是有够便宜 去低买它 那守这个低点 那要嘛就是 等它开始回升了 到7以下 那才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但是目前看起来 它主要的走势 应该是以偏弱振狼为主 就不用急着去摸底它 那第三个 大家觉得 这个我们的台币表现怎么样 那其实台币之前很神奇 台币今年 央行总裁也有说 很多热钱流入 可是台币还是一样很弱 台币也没有 如果之前 也没有走深 对 还是在这个地方 对 你如果以之前的角度 这个台股跑到1万7 大家觉得气势很强 可能至少要在30以下 不一定要跑到29.5 但至少在30以下 可是最近没有 所以事实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 应该是有很多 对台湾的资金 开始往外走了 那会不会是一个 长期的趋势 还不确定 但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在股市很强 而且外资持续涌入 就像5月的数据 5月的数据 超过2000亿的资金流入 净流入台湾 你看台币的资金 净流入台湾 这个台币还是走扁的 那如果接下来 股市走弱 那配合资金外移 那可能很快 就会看到31.5 的数据就会出来 那不过因为 现在还没冲过去 所以比较简单的观点 就是说到这边的高点 大概是30.9左右 那只要30.9 这边不破 基本上台币就是维持一个横盘整理 那比较小的区间里 大概是30.5到30.9之间 大一点你可以抓到30.3 但是比较小的 就抓这个区间就好 那往上看到30.9 冲破 那可能很快的 这个资金外逃 台币周边力道就会随之放大 那也会是你想 投资美元的一个好时机 不过现在就是一个 等待的时期 那第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日币 暑假要到了 对 暑假要到了 最近相信大家很多的话题 是能不能买 我告诉大家可以 好 那比较简单 我们先讲答案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暑假就要去了 那你现在大概可以先买个一半 或真的多一点点 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日币的表现到这边 高点目前出在141.97 到142 其实距离前波的高点151 其实也没有很远的 如果你以日币对台币来说 也是到0.21多了 那其实当然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所以你可以多买 但是这边如果我们今天 单纯以日币的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这边就开始 有可能会是日本银行的关键 有可能去干预的时间 为什么你看 这一块 你会不会发现一个很长的 很大的震荡 这边也一个很大的震荡 这边都是日本银行 过去去干预的时机 所以市场上 现在大概假设两个价位 一个现在是141.141.12 当然假设大概145或150 很有可能是日本银行 如果你去碰到 他会出手干预的时间 所以你比较难期待说 再跌个一层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现在这个价位 可能就是相对不错的 一个日币低点出现了 刚起展弹 我们看到是美元指数 跟亚洲货币 接下来的一个可能的走势 不过我们也要关注的是 到底是不是这个美中关系 已经有希望可以开始破冰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访华 那么在这一次也可以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中的时候 跟中国的外长秦刚会谈了 五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要请教建讯 中方的新闻稿 其实他们有提到说 秦刚对布林肯说 其实台湾还是美中关系之间 最大的一个问题的所在 如果说明一次来反映 在今天台股盘面上 可以看到军工股 依旧是歧视如虎 是布林肯访华 他测试了华尔街 他也测试了台股 他也引爆了军工股 其实布林肯他是 过去五年以来 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 他也是拜登上任以来访华 最高的一个官员 所以从看热闹的角度来讲的话 会觉得说 因为中国有半导体的 被管制的危机 所以我决定放宽我的压力 我的经济也不好 所以请布林肯过来 示出一点善意 但是我觉得以看门道的角度 来看的话 今年的11月是APEC 亚太经合会议 在旧金山要举行 这个举行的话 有可能就是习近平 他要出国访问到美国去 这会是八年以来 习近平第一次访问美国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为真 或看起来未来半年 要走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东西的会前会 幕僚之间的互相的交错 讨论的会议的话 就变成相对的重要 所以这一次就等于 是一个会前会 对 在我看来是这样子 因为习近平在11月 出访美国的几率 是相对是高的 所以相关的人士 就会觉得说 中国在评估 我是不是要多放一些 示出的善意 让美国可以到 中国大陆的企业跟数量 能够增多一点 这个是在东方 在北京 目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不能布林肯防中国 而在地球另外一端 在巴黎的 目前有展出一个 很特别的展览 是全球最大的 航太展 对 我们来科普一下 你知道这个航太展的经验 它的资历有多少年吗 非常长久 它的第一届 办在1909年 1909 比你 比我都还老 比中华民国还老 两年之后才有辛亥革命 已经这么久的展览 所以它是全球最知名 最有名 声望最高的一个航太展览 所以为什么特别要拿出来讲 台湾的话是由 汉翔跟长州航太领军去参展 事实上其实台湾的航太产业 是Tier 1 Tier 3 Tier 2 发展的相当完整的一个供应链 它从引擎架 还有相关的螺旋 螺丝 螺帽 到电子整个系统 都相当的一个完整 所以我们看在去年的 航太的供应链总产值 有达到到1000多亿 年增大概10% 是近三年的新高 对 所以在第一个新闻 就是布林肯访问中国 第二个新闻在巴黎航太展 有巴黎航展 所以整个军工股 就真是两个消息的加持 对 两个新闻河流 造成了今天的军工股 全面的一个大涨 不过我们在讲军工股之前 我觉得脉络是很重要的 情绩脉络 那为什么最近的国防部 从去年开始陆续很多的标案 要试出来 就是在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 美国当然希望拉拢台湾跟日本 成为他的盟友 从俄乌战争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无人机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对 无人机它好像变成一种消耗品 它有侦察型的 它有攻击型的 它有自杀型的 所以在国防部去年9月 就公布了5款军用商规无人机的 采购标案 而且很特别是 它7月份就准备要交机 要通过测试 7月底之前要交机 而且要通过测试 你想想看 现在已经6月 我们大家都做官午节了 所以这个标案过了一年多 7月份一个月之后 国防部就说好 你们原型机来 OK 我后面给你订单 给多少订单 500亿的订单 价值高达500亿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未来还会是坐赚需求 来决定是否扩大采购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股市里面 这个金额还有可能再扩大 对 就是500亿 它国防部觉得有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继续往上增加 而且只是今年 而且明后年都还有继续 往上增加的可能性 所以你刚刚提到 这军用商规的无人机 可能马上就要量产了 那么台湾有相关的 哪些厂商可以收回 好 我们讲 军工股的部分 军事你会提到 你会想到什么 军事你会想到飞机 战船 飞弹 无人机 所以我们用很直观的去想 军工概念股 大概就是这些股票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汉祥 汉祥它的股本 大概是快100亿 目前是台湾全市值 最大的一个 军工的一个概念股 它是国内唯一一个 可以跟国际共同开发 机体结构的 组建供应商 我们在过去高教机 像IDF 就是由汉祥来做的 最近他们要做的是 永音高教机 做换机的动作 另外还有空八跟巨一的订单 也是由汉祥来做提供 长荣航太的部分 它目前的市值大概有400多亿 它以前是长荣航空 专门修飞机的 长荣航空的一个部门 修飞机修了之后 那就会发现无人机的制造的商机很大 所以它又切进去 这次也得到了国防部的一个单子 最后我要提到的一个是全讯 它满特别的 全讯它做RF 是相关的功率放大器 它放在飞弹上面 飞弹要做什么 飞弹要打得高 打得远 打得准 打得准最重要的就是全讯 能不能打得准就看它了 最后我要提的一下就是 在主权基金 挪威主权基金里面 它特别有投资了 漢翔跟全讯 将近快三个百分点 所以我想这个 挪威主权基金不会无始放递 所以台湾的军工概念股 我想在国际上 他们已经用钱投票了 相信有不错的一个竞争实力 好 刚刚建讯到我们看到 是在军工股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们说到市场 其实一直在点火 军工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看好的也是在未来可能会有 更多比较革命性的一些应用 不过同样也是 比较革命性的应用 我们看到这是日前 苹果发表了他们第一款的 混合实镜头戴装置 Vision Pro 苹果指定长库克就说 这个装置的用途 会使世界跟数位世界 无缝的融合 在过去我们邀请取博 带我们来看 在库克说 Mac电脑 帮我们带入个人计算的时代 iPhone是进入了移动计算 那么现在的最新的头戴装置 是帮我们带入了空间运算 到底什么是空间运算 对 简单的讲 就是当你把苹果的Vision Pro 带到眼睛上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整个空间 就变成一台电脑 所以把它称为空间运算 这件事怎么说 基本上有三件事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让机器去感知整个空间 包含我们这个房间的大小 机器的位置 人跟物体的空间关系 这个需要靠3D感测 待会我们再来说 再来就是实现的内容 在物理世界中的投影和渲染 就是要让虚拟的东西 跟真实的东西 能够重叠在一起 再来就是要让人能够借助 机器跟空间 有很好的交互作用 包含语音 手势 就能够直接操作 所以曲伯 它这个MR头盔 是搭载双处理器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哪些元件 第一个它用了两个晶片 双处理器就是M2跟R1 这个M2是比较高阶的处理器 它主要是执行作业系统 它这一次特别创造了一个 新的作业系统叫VisionOS 同时在作业系统上 主要就是要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APP 所以它跟我们一般的手机 电脑很像 另外有一个R1的处理器 这个是比较低阶 它是一个微控制器 就是MCU 它主要就是控制所有的感测器讯号 所以我们看它这个头盔 眼镜的这个板子上面 就两个一个M2一个R1晶片 这个是这一个眼镜 VR眼镜它的外观 旁边这一个是电池 所以坦白说 这个问题就出在于 还是外挂了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感觉体积还满大的 对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 这个有点像挂着一个尿袋 没办法 所以我们很明显就从这边看出 像苹果这么厉害的公司 它还是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 没有办法解决 为了减轻它的重量 只好把电池移到外面去 另外就是它可以追踪 手跟头部的动作 而且最重要是不用遥控器 各位之前看 戴过这个AR VR眼镜都知道 手上常常会拿着两个遥控器 那是要感测你手的动作 但它现在不需要 它完全是依靠这个眼镜 外面的感测器 这里面包含正前方有一个 所谓的光达扫描器 这个叫LIDAR Scanner 这是苹果他们专有的技术 它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用雷射光发射出来 然后分散出非常多的雷射光点 打到正前方反射回来 每一个雷射光点弹回来 就可以算出距离 就知道这个房间里面有哪些物体 距离多远 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3D的相机 同时旁边有非常多的相机 这些相机主要就是 侦测你的手部的动作 所以在前面这个范围 你的手放在哪一个位置 他都知道 所以可以调出所谓的虚拟键盘 所以你可以调出一个假的键盘 然后手在那边敲 事实上它可以感测到 你每一只手指的位置 所以就不需要有遥控器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 最大的特色之一 另外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深度相机 叫True Depth Camera 这是苹果他们自己注册的商标 另外讲到这个眼镜的里面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 高效眼球追踪系统 它一样是用红外光的发射器 这个是用LED做的 LED Illuminator 这个就是发光二极体的投射器 还有配合高速的摄影机 还有红外光的摄影机 所以它可以追踪你眼球 现在对着哪一个位置 把红外光打到眼球 再弹回感测器 就可以知道眼球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控制你眼睛 看哪一个位置 我们说它这个头盔 它用的是MicroLED 要请教曲波 它为什么不是用MicroLED 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MicroLED它的良率还不够高 所以目前要做这种 比较高解析度 又比较大尺寸的非常困难 而MicroOLED相对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已经量产两三年以上 所以它用的是超高画质 我要特别强调一般我们的电视 像我们一般家里的电视 大部分各位有听过是HD HD的电视大概只有200万画素而已 解析度更高的叫4K 各位应该有听过 4K是HD的4倍 所以就是800万画素 但它这一次用的这个显示器 是2300万画素 非常高的解析度 所以这一种MicroLED 它的这个良率够高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90个赫兹 就是每秒会换90个画面 这样戴着才比较不容易头晕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戴这种眼镜很容易头晕 这是一个问题 再来很重要 它支援所谓的广色域 这个字各位应该有听过 叫HDR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画面里面 最亮的地方要很亮 最暗的地方要很暗 这样子就可以把对比拉开 你就会觉得这个影像 非常的清晰 所以单眼就可以看到4K的解析度 就是因为它的显示器 解析度非常高 之前我们的这个苹果的手机 是用这个所谓人脸解锁 叫Face ID 它这一次导入了一个新的方法 称为这个安全的身份验证系统 叫Optical ID 这个是用红膜辨识 你还记得我刚刚说这个眼镜的里面 有红外观的相机 它可以侦测你的眼球 当然同时也可以侦测你的红膜 红膜辨识本来就是一种辨识技术 所以它就用到这个里面 最后的关键还是在于 这一个眼镜它要创造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空间电脑这个概念 这边有一张图 左边这个图是红膜辨识 就是侦测你的眼球 右边这一张图就在 掩饰所谓的空间电脑的概念 你可以想象你坐在家里的客厅 戴上了这个AR眼镜 接下来你就会 整个房间就变成一台电脑 所以当你要用键盘的时候 它就掉出虚拟键盘 然后你的手就可以在前面用 对不对 然后当你要选这些APP 有没有看到这些APP 每一个图像都是显示在 整个房间的画面里面 所以是不是就意味着 整个房间变成你的一台电脑 所以苹果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取代传统的电脑吗 概念上是这样 当然现在还做不到 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的手伸到哪一个位置 指哪一个APP 基本上它的感测器 都可以感测得到 所以这个概念上 就是要用它来取代一台电脑 所以它的价格也很贵 所以刚刚的这些规格 取过10万多块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概念上它当然是偏贵 但是重点是 它本身就是一台空间电脑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要取代 你其他的电脑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显示器 不是一个萤幕戴在眼睛前面 它是一台电脑 戴在眼睛前面的时候 或许它的价格 就感觉没有那么贵 不过坦白说 这个价格还是偏高 它为了打造全新的 VisionOS作业系统 而这个作业系统 当然它的效能 也比不上Mac那种电脑 还不成熟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它们就要 那个